巴勒歐圖市北加州香港商會開設席局訓會 北加州香港商會HKANC昨晚在南灣巴勒歐圖市宣布開設席局訓會 商會主席劉慧迅在致辭聰表示 訓會剛剛開始的當日已經增加了超過10名新會員 今年香港商會已經是第35年在灣區成立 過去我們很集中的活動範圍都是在三藩市的金融區 我們今年的商會其中一個最大的目的就是向南發展 因為我們其實也看到過去一兩年 香港政府大力推動高科技企業和高科技人才和香港方面的交流 希望可以吸引多些從事高科技行業的香港朋友 可以更加認識我們的會和參加我們的會的活動 北加州香港商會致力於灣區和香港的商務發展 香港貿易發展局洛杉磯代表盧日豐出席了發佈會 他認為香港與寂谷可以互助互利 今次成立這個寂谷的分會 我想都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式的意義 希望尤其是最近香港政府在創新 波及發展等等都落很多功夫 希望借助這次的分會成立 也可以加強我們在這邊的活動 希望多些美國藉谷的公司 了解到香港怎樣可以作為一個伙伴 大家一起攜手發展 無論是金融科技各方面以外 或者是一些商業的發展等等 最後商務主席劉偉信表示 今年他們將在南灣舉辦多個大型活動 包括邀請了史丹福大學教授講解一帶一路的話題 亦會在8月的時候舉辦高爾夫巡迴賽 以及Google公司關於人工智能工作等 現在在矽谷開設了分會 將更出進香港和加州之間的經濟文化和學術方面更緊密的聯繫 亦都為個人和企業提供更具潛力的商機 天下維持記者 旅見感冒到